昨天上午10点30分在成都市天辉路荆轲一号写字楼上班的白领门 车都被堵在了门口无处停放 怎么回事一起来看一下 上午10点半位于成都市天辉路的荆轲一号写字楼门前 这样长长的车龙堵在写字楼地下停车场门前 车主们都是在荆轲一号上班的白领门 在此上了这么久的班 为什么今天突然就不让停车了 大伙说这对从前不久物馆突然贴出的买车位通知说起 接着看到上班族们的车已经堵到了天辉路非机动车道上 并将一旁的荆轲民运驻载小区车辆出入的大门完全堵死 所以讲一下吧 我们先出去摆点视频 你再摳那摳摆 你是业主啊 那我是业主啊 你让我牵手要的吗 这个车子已经动了 别再来看 稍微等下吧 别再稍微等下 要牵手排的队子 先放下牵手 不让了 让我进去 现在我还是不下去了 现在也就是开发商搞这个活动 是不是什么活动呢 也就是卖车位 那现在就是聆听的车子咋摆 现在有没有车位 聆听的车子 有聆听位置 然后车位不多 有好多口来打发 十四个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和往常一样 九点以前就已经到达公司楼下 而现在已经十点半 自己仍然还在车上坐着 最少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我看很多车主好像是把车丢在这儿上去上班了 那肯定啊 那别人不可能紧等啊 你现在上班已经迟到多少时间了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啊 九点半 那怎么办呢 现在一直不放进去啊 对啊 她的意思是说出来一个进一个嘛 你准备一几档 那我不可能停在这里啊 那别人怎么进啊 我都停在小膝盖进去啊 走过来好长时间 起码五分钟嘛 最少五分钟嘛 有业主告诉记者 地下停车场并非没有空车位 地下有很多空车位 这个字把锁起来了 我从女生去 是这样子的 记者在该鞋子楼复一和复二两层停车场看到 三分之二的车位均空着 且都被用地锁锁上了 究竟是否像大伙所说 记者来到了物馆办公室 为什么下面我们还看了扣了这么多 但是怎么那个业组都进不来呢 很多人在上班 这边的话我们公司的话有统一的跟媒体 就是交流的这个专门负责 而关于卖车位一说 记者在另一位业主那里也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在协字楼大厅内几个写有人房车位转让的展板很是醒目 上面明确标有车位号面积 价格均在十万以上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房车位转让又是什么意思呢 人房的车位实际上是人房工程在和平时期用于车能的停放 由于人房工程属于项目的公共的配套的设施 它并不能对外单独的出售 但是按照人房工程的相关规定 开发商修建了人房工程以后 它可以在和平时期将人房工程用于车站的停放并收取全部的费用 记者从律师处获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人房车位是不能进行出售的 只可进行租赁 而该写字楼所谓的人房车位转让实际为使用权转让 和租赁的含义基本相同 在一楼大厅的另一侧公示出了人房车位转让合同样本 上面写道 本合同向下的车位使用权转让期限自本合同签署 且以方父亲本合同向下车位使用权转让废之日起 计算20年 实际就是为20年长期租用的意思 开发商将人房工程对外进行一个长期的租赁 有变相出售的嫌疑 但目前法律并没有禁止开发商将人房工程车位对外进行租赁 所以开发商将人房工程对外进行租赁是合法的 截止记者发稿开发商并没有与记者联系给出相关说法 新闻现场记者周柳青胡应勤为您报道